9月14日 杨颖在日本被偶遇 整个人状态不错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杨颖穿着一套超短裙套装 露出白皙的美腿 戴着墨镜和帽子 看起来很亲切的和大家打招呼 网友发出她这身衣服价值6万多 虽然对于女性来说不算贵 但也不便宜 不过杨颖的粉丝很快就成亲了 这些照片其实是6月份拍的 当时她去日本拍摄杂志 不是现在的 粉丝觉得这样故意放出就照片很奇怪 也希望别人不要造谣 应该快要播出了 两个人离婚后都没有受到事业上的影响 反而更加出色了 杨颖今年演的电视剧也口碑不错 演技也有进步 没有让人失望 对于孩子 他们也都很负责任 经常被看到带孩子出去玩 新学期开始了 杨颖也像其他家长一样送孩子上鞋 有些人还希望黄小明和杨颖能够复合 但有些人觉得只要他们对孩子好就行了 爱不爱已经不重要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